沉香竟然还能够用来吃…… 话不多说,赶紧一起来看看吧!如果我说,还有一个更加美味而且更具有养生功效的菌类感染而后形成的世间珍品,你会相信吗? 它可入药,又可作为美食佳肴,它就是有木中钻石之称的沉香。 借此机会,在此为大家推荐几种经典沉香食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香气扑鼻的沉香养生餐饮。 1. 沉香鸡汤 主要材料,野生沉香,鸡皮菇,鸡爪菇,茶树菇,鸡松茸,土鸡。 制作方法 3. 想要留住香,气敏是关键,广东煲汤多会选择汤中来微制,包沉香鸡汤,最好选用风格更为稀式的不锈钢汤锅。 3. 让沉香的香味更加浓郁,用小块的沉香木隔水满炖,愈炖愈香,包出的汤水格外鲜甜,香气十分浑厚。 3. 再用中微汤时,鲜香各种食材包透,后放沉香,沉香制要煮20分钟即可。 3. 这样一道味道鲜甜,香气浑厚的汤还极具有养生功效。 4. 功效,调和脏腑,顾本培人,生养气血,安神意志,护肝鸣目,撞腰健慎,强壮机能。 2. 沉香当归肉葱绒包猪尾骨。 2. 沉香当归肉葱绒包猪尾骨。 3. 生姜少许。 3. 猪尾骨洗净连同上述药物一同放入清水1000毫升,烧开后闻火煲2小时加盐调味即可食用。 4. 功效,补肾润肠,倒气通智。 5. 适用人群,放屁贫贫,腹胀闷不输,挨气,肠胃不好等人群。 3. 沉香灵芝五味紫炖瘦肉。 3. 沉香灵芝五味紫炖瘦肉。 5. 沉香灵芝五味紫炖瘦肉。 5. 沉香灵芝五味紫炖瘦肉250克。 5. 做法,瘦肉洗净后切成小块,放入清水200毫升,连同上述药材一起隔水蒸炖2小时下盐调味即可食用。 5. 公效,补肾那气,话谈平穿。 5. 适用人群,腰酸乏力,端气懒言,难眠,痰多色白等慢之肺气肿,慢性咳嗽。 5. 孝喘病人。 5. 沉香父子单身饮。 5. 沉香父子单身饮。 5. 做法,熟父子先煎20分钟,再放入沉香,单身一起同煮一小时即可饮用。 5. 孝喘病人。 5. 温阳通脉。 5. 注,根据病情重清,材料分量需咨询医生或药师调配。 5. 真的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5. 话不多说,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5. 如果我说,还有一个更加美味而且更具有养生功效的菌类感染而后形成的世间珍品,你会相信吗? 5. 它可入药,又可作为美食佳肴,它就是有目中钻石之称的沉香。 5. 借此机会,在此为大家推荐几种经典沉香食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香气扑鼻的沉香养生餐饮。 1. 沉香鸡汤。 5. 主要材料,野生沉香,鸡皮菇,鸡爪菇,茶树菇,鸡松茸,土鸡。 5. 制作方法,沉香在煮制过程中的香味极易挥发,所以每一道跟沉香有关的汤,都要尽快饮用。 5. 在制作沉香汤底的时候,要想尽办法留住沉香的香味,让香沉到气敏中。 5. 想要留住香,气敏是关键,广东煲汤都会选择汤中来微制,煲沉香鸡汤,最好选用风格更为稀式的不锈钢汤锅。 5. 为了让沉香的香味更加浓郁,用小块的沉香木隔水满炖,愈炖愈香,包出的汤水格外鲜甜,香气十分浑厚。 5. 再用中微汤时,先将各种食材包透,后放沉香,沉香至要煮20分钟即可。 5. 这样一道味道鲜甜,香气浑厚的汤还极具有养生功效。 5. 拱笑,调和脏腑,顾本培缘,生养气血,安神意志,护肝明目,撞腰健慎,强壮机能。 2. 沉香当归肉葱绒包猪尾骨。 5. 主要材料,沉香5克,当归10克,肉葱绒30克,猪尾骨500克,生姜少许。 5. 做法,猪尾骨洗净连同上述药物一同放入清水1000毫升,烧开后稳火包2小时加盐调味即可食用。 5. 拱笑,补肾润肠,倒气通智。 5. 适用人群,放屁贫贫,腹胀闷不输,挨气,肠胃不好等人群。 3. 沉香灵芝五味子炖瘦肉。 3. 沉香灵芝五味子炖瘦肉。 5. 五味子五克,陈皮五克,瘦肉250克。 5. 做法,瘦肉洗净后切成小块,放入清水200毫升,连同上述药材一起隔水蒸炖2小时下盐调味即可食用。 5. 拱笑,补肾那气,化痰平穿。 5. 适用人群,腰酸乏力,端气懒颜,难眠,痰多色白等慢脂肺气肿,慢性咳嗽。 5. 哮喘,哮喘病人。 4. 沉香父子单身饮。 5. 材料,沉香五克,熟父子十克,单身三十克。 5. 沉香五克,熟父子十克,单身三十克。 5. 熟父子先煎二十分钟,再放入沉香,单身一起同煮一小时即可饮用。 5. 功效,平降腻气,温洋通脉。 5. 注,根据病情重清,材料分量需咨询医生或药师调配。 5. 注,根据病情重清,材料分量需咨询医生或药师调配。 5. 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 5. 注,根据病人。 6. 注,根据病人。 5. 注,根据病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